国防部高级部长纳都斯里伊斯迈·沙比利今天通过文告指出 沙巴抖亚兰的肝榜嘉阳以及山打根县的三个地点 将从明天开始到23号实施加强行管令为期两个星期 伊斯迈指出卫生部至今在肝榜嘉阳进行38宗新冠肺炎筛检 共有5人确诊 卫生部也证实过去一个星期 这个肝榜的确诊病例剧增传染率高 西外山打根县的工业培训中心 博马达花园以及斯里拉伯花园 同样从明天开始落实加强行管令至23号 工业培训中心进行的88宗检测有7人确诊 博马达花园进行9宗检测5人确诊 在斯里拉伯花园进行的6宗检测也有5人确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